那欣宜 妳那時候比星光大道的時候壓力最大是什麼 壓力最大 因為其實我進星光大道也是誤打誤撞 一開始是因為二班的PK賽 然後是中途有一個選手可能壓力太大棄權 我才有那個面試的機會 錄一段自我介紹 然後清唱 然後他們會送交就是要給評審們去審查 然後他們就說 欸 就是妳入選了 那妳清唱那一段是清唱什麼歌 每一次比賽我都是第一首就是唱阿妹的《聽海》 聽 海哭的聲音 這還不入選 嘆息著誰又悲傷了心 卻還不清醒 選玄階 選玄階 一定不是我 下面一位 你看 妳看 妳看 妳們用的是同一支麥克風嗎 對 怎麼奇怪 唱這麼多啊 真的 歌手有自帶光芒音有沒有 那時候我報名投了四次都沒有上 可是就因為有選手棄權 所以我反而就有了這個機會 當時比賽評審有給妳壓力嗎 他們滿嚴格的 然後我曾經有接受過一位評審就是說 就是我唱歌很像機器 他就說就是妳這樣子的話 我不會讓妳進入影室 滿難過的 因為其實在比星光之前 我也曾經有過唱片合約 我之前是林凡的師妹 在哪裡扶貓唱片的時期 看林凡姐這麼驚訝 對啊 想必她也不知道吧 她也不曉得 她說 因為那時候是大學生 所以我們會遇到的機會 非常的少 所以聽到說 好像不會不能沒有條件 沒有資格進錄音室這件事情 對我打擊很大 因為妳很難那個平反 平復啊 因為她是先簽到經濟公司 唱片公司之後又經歷這樣子 那打擊滿大的